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现观传论》 《现观传论》当中现在讲的是第二篇 我们前面刚刚讲了《声闻道指》 《声闻道指》的最后有一个叫做 一副一贤之不见诸法骨 这个话很重要的 那天因为世间关系 我讲得比较略 希望我们导游们每天讲任何一堂课 不可能所有的内容都听不懂 至少也是有一两句 也许像我这样的讲法者 也会口里面说出来 一两句有用的话 不可能我在一个小时当中 所讲的全是废话 我想这也是我自己也不承认 虽然我讲得不好 但是我因为依照高僧大德 和传承上师们的教言 还有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的注释而讲的 所以我想我这样的人的语言当中 也在一个小时当中 至少也是一句话 两句话 你应该能记住的话 更何况说是 其他真正成就者的一些教言 更不用说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堂课 大家都是要至少自己 还是有一些有用的 对自己的心接近 适合的 调伏烦恼的 这样的教言 每天都是如果你能记下来 可能在过了几年之后 说是在你自己的这种 可能应该有很大的收获吧 我以前在学院当中经常 不管是哪一个法师讲课也好 法王讲课也好 包括自己备课的过程当中 很好的一些教证 很好的一些教言 全部习惯性地记录下来 现在看来很有价值 有时候自己以前的那些 老的笔记本全部 我现在这个里面有对的很多很多的 每年都是以前 包括我刚开始来八五年的时候 在这里嘎多坎波面前听《如性论》的讲解 当时当年法王如意宝讲 《花花王》的那种笔记 虽然有些不多 但是有一个教证 或者一篇教言 现在看来很有用的 这样的 我想我们昨天上一节课的这个课当中 用佛的现见一切万法的智慧来衡量的时候 实际上一切万法不存在的 因为佛陀的净所有之和 如所有之面前 没有现见到一个实有法的缘故 这就是一个从大幻幻王当中 以精简念来决罪万法的不存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一个作为非佛教徒 或者对佛教有邪知邪见的人 他不一定承认 因为他对正量 佛的精简念 对他来说还没有承认 像这种人面前 先应该用实实力来证成 佛陀为师 量师父 这种很重要的 但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讲 为什么一切万法不存在呢 不是我们凡夫人所看到没有的 而也不是菩萨所看到没有的 就是佛陀以他的无比的智慧来照见万法解控 那这样的万法解控 用真理来证成的话 能不能成立呢 完全是可以的 这一点现在的量子力学家 包括物理学家 他们也是有进一步的认识 我想佛教为什么现在跟科学 再怎么样发达的话 实际上佛教的空性观和慈悲观 都没有任何损害 这也是作为一个佛教徒 说实在 我们在自己的思想计划上面 还要去思考 思考的原因 这并不是我们自己夸自己的 应该是在这些问题上面 尤其是你们有些人 我前两天所讲的一样 有些个别的老师和家政 在他们的思想 可以说作群咒一把 这样有些可能也有群咒一 极为偏短 极为极端的思想指导下而成长 所以你现在引用的这些思想 不一定是非常正确 在这个时候你要重新思考 重新要定位 这是很重要 因此前面佛陀的这句话 我也记下来了 你们也应该记下来了 我也在笔记本当中 虽然现在人老了 但是我笔记本还是在记着 所以说 藏文和汉文 我还是懂藏文和汉文 两个都在记 开玩笑 这是傲慢性 是吧 嗯 但是不懂音乐 所以很惭愧 下面是讲的圆觉的道者 圆觉的道者讲真实的圆觉道者和 圆觉道者的因 加行道分两个方面 首先讲圆觉的道者 它讲众说圆觉的特点和 还有宣说圆觉道的差别 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也讲到了 现前自证自利的智慧 还有无声的方式 没有声音的方式 以身体来利益他众 圆觉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首先我们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自觉自证故 也不一塌教 事故当宣说 凌予以智生生 那么他这里说 三种圣者也好 四种圣者当中 圣闻 圆觉 佛菩萨有这样的 其中我们圣闻前面都已经讲了 依靠三知识的教言 就是提传授的教言 然后自己继续修持最后获得成就的 这叫做声闻 然后所谓的圆觉 圆觉也可以叫做皮之腐 也叫做独觉 他实际上是在以前的一百个节当中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以前一百个节当中 他一直善知识 听受解脱的教言 但后来佛也没有出世 声闻也没有出现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空节那样的地方 他会出现 他出现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资粮 以前在百节当中都是具有资粮的 他也有发愿 他的发愿是什么呢 将来佛没有出世的地方 愿我成就 他有这样的发愿 后来还有他的成道 他的成道跟声闻不相同 他的成道经常到一些石头林 有一些白骨的地方 他看到这些白骨的时候 觉得这个白骨的来源是什么样 哦 原来是老师来的 老师的来源是什么呢 他这样一直推到十二缘起当中的无名 最后知道轮回的根本 原来是无名而引起的 然后十二缘起 以历史的方式来修行 最后是从资粮道 从加行道一直到五道 在一个座点上能圆满 获得了圆绝的果位 所以一般来讲 圆绝 佛没有出世的地方也有 当然按照有些 包括释迦牟尼佛的经典 佛陀出世在过法期的时候 也有很多圆绝 我们经常有一些佛的公案当中 也有一些公案吧 当然圆绝有一个叫做 灵脚与圆绝 它是独行的 在灵脚与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这个野兽 他在山里面经常独行的 或者说 灵脚的头上只有一只脚是单独的 所以这个修行人 他一直不愿意 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不愿意跟别人交往 我们藏地也经常说 比如说一个人他比较独疲 或者谁都不愿意交往和交流的 这样的人 这个是杜绝中心的 我们经常说 这个人跟谁都合不动 或者是 当然这里面也有个便宜词吧 这个独觉跟任何群体当中 都是没办法合不动的 吃饭也是单独一个人去吃 走路也是这样的 包括考试的时候 讲课的时候 考完了以后 一个人就走了 很不高兴地不知道谁都没有得罪他 但是他好像是谁都看不惯一样的 我们人当中也有这样的 当然这个独觉可能不是这样的 不好的习气而来的 都觉得他有一种善根 他远离散乱 远离一些溃闹 自己精进修持 有自己的信心 智慧 但是他唯一缺少的什么呢 利他的心 在一些大乘经典里面经常讲 利他的心跟声闻一样 没有像菩萨那么殊胜 所以我们现在修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要学菩萨的时候 可能要跟群 独觉当中还有一个叫做 不行独觉 不行独觉按照俱生论观点 也是跟很多其他的眷属和众人 集聚在一起 部落当中的人群一起行持 也有这样的 但是这里临教育的独觉 基本上是一个自信 当然你如果为了好的修行 你自己经常独行是很好的 如果不是很好的 像这样的独行的话 恐怕也不是很好 因为现在的社会 所谓的孤独症 自闭症等等 这些也是可能跟独觉 比较表面上看来相同的 现在很多 包括一些学生里面 跟谁都合不动的 也不愿意说话的 这种非常严重 好像原来在2012年的时候 有一个专家说 现在中国的学生当中 有一万多人 学生当中都有这么多人 今年有一个专家 他统计的说 这种自闭症 孤独症这样的人 八十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像这样的人群当中 出家人里面应该会少 佛教徒当中应该会很少的 尤其是像羽衣症 羽衣症的话 羽衣症跟孤独症好像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不愿意给别人说话 一直闷在里面 很焦虑 就这样的 但羽衣症一般都是 经常想自杀 他的一种特点 经常觉得 或者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一点作为佛教徒 确实是很好的 好像学了佛之后 不但不想杀自己 还要怕事 嗯 怕事也说明 没有修好无常 刚才说到 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 利他心可能很重要 利他心的时候 你要锻炼出来 跟人相合 如果你自己跟别人 实在是有种配合的能力很差 非要自己跟别人一起吃饭 一起说话 自己要锻炼 这样慢慢慢慢 有一种和群 否则真的 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 如果众生一个都没有 那这样确实是很困难的 如果一个人在山里面十到二十年 修行都是可以的 但真正要读众的时候 我想说有些人 有些现在出家人也说 出家人不能到一些城市里面去 城市里面去了 马上晚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应该有些出家人通过锻炼 尤其是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时候 自己相续当中的正知正念 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 他戒律也清净 跟度化众生的能力 也是非常得理 而有些人 自己没有正知正念的话 即使你灌在山里面 不断地贪嗔痴涌现 最后也不一定善事善终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传统的一些说法 太壁舍 太一种保守的态度 既不适合度化众生的种子 也不适合现代社会 因为现代社会为什么 尤其是在中国 汉地 你出家以后觉得 好像是离开了人群 我都是在学校里面讲课的时候 你们出家人来可以讲课啊 你们出家人 我第一次看到你们出家人 在这种场合当中跟我们说话 所以说 把我们看作一种比较特殊的 有加持的菩萨 这也是对当前的有些教育 观念 包括我们可能作为出家人 当然出家人都是在 整个人类的比例来讲非常少的 我应该是站在 以佛教徒的名义来 佛教徒要学会适应社会 适应家庭 适应各个地方的人群 有些学了佛之后 跟家里各个不如 每天都是拿着《专经论》 家里该做的什么都不做 好像家里也是把它当作 有精神问题的 确实也是不得不这样的 因为本来也是家庭从来不学佛的 你一学佛开始就乖乖地 这样说明没有善巧方便 最后自己的学佛也是不成功的 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还是需要智慧 需要善巧方便 这是我们刚才跟独觉的生活 可能没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有时候我们现观障碍论 也没有结合现代 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难 下面我们讲一下 所谓的独觉 他是依靠自己的 因为以前一百个劫当中 他有积累广大的资粮 那么在这种威力下 他最后成为最后优者 最后优者的身份 他完全都是 我刚才讲的一样 十二缘起利俗的方式来修持 最后已经证悟了 证悟之后不依靠他人的教 也不依靠 而且他自己给度化众生宣讲 也不需要依靠他人 不需要用语言来说 不是以语言来说教 别的一些像神闻 需要依靠善知识的教言 到最后有者的时候 他还是需要善知识的开导 但是独觉不需要依靠他人的教 所以我们佛经当中说 所谓的独觉它是什么样呢 它就像是领绝语 也是中根者 领绝语的独觉在世间当中确实是 不管是他所宣说的 他自己依靠一种别人的 或者说 依靠十二缘起历史的修行 能自己通达所谓的十二缘起 十三 四敌 以及诸法空性的甚深道理 他完全明白 最后现前领绝语独觉 领绝语在山里面 在茅棚当中 不通的 有时候领绝语独觉也是在城门当中去花园 在佛教的公安当中 都有这样的 这种智慧极其甚深 为什么说极其甚深呢 因为它不是用语言来说 如果用语言来说 我们别人也看得出来 这个人的智慧是怎么样呢 当他说话的时候 都是看得出来的 但是因为他没有语言来给别人所教的原因 他的智慧是非常深沉的 有时候我们接触一些人的时候 这个人不爱说话的话 到底是他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 然后一开口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人还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开口的话 就很难知道 所以说 为什么领绝语的智慧是甚深呢 一方面是他因为没有语言来说教 对别人带来一种非常深奥 很深沉的影响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他确实 我们下面所讲的一样 通达了人物 而且依靠 也通达了一部分的法物 还有依靠自己的智慧 他前面的白色当中有善知识 但是这一世 他完全是一种利根者 否则没有善知识的开导 佛法的甚深经济 很难以开发的 但是他确实是依靠自己的智慧 就是有些人 他自己看书看书 最后通达了 你看有些人是看经典 马上经典里面的内容 就已经觉悟了 好像智慧禅师是吧 你们的智慧神 那么属于 这个是灵觉语 讲的是这个 然后下面有一个疑问 就是如果他没有这个语言来说法 怎么会给别人宣说取舍 佛法诞 就有这样的怀疑的话 下面我们有这个除疑惑 别的有些科班当中也这样讲的 你看 比比比比 四个比 三个比说 他这里说 他没有这个语言来说法 那么怎么样能利益众生呢 实际上他即使没有用语言来说法 实际上也可以利益众生的 比如说 像阿修罗王 实际上原来是一个穷人 后来他好像每天都是买木材 在水里面跨来跨去 经常都是遇到了很大的慰望和痛苦 后来他供养一位毒爵 发愿 从此之后再也不需要跨越水 自己的身体高大无比 以这个发愿力的话 他以前当时给毒爵供养之后 毒爵在虚空当中实现各种各样的神通 虽然他的语言没有说法 但是他的身体当中 比如说上升猫火 下升降水 各种显现神通 凡夫人喜欢神通 所以我们学院经常那个有神通的话 全部都跑到那里去 那天我在那边路边也是看到 听说那边有神通的人 我要去拜见他 我说这个人的名字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 听说是有一个人 是哪里的人 我也不知道 准备 所以一般来讲特别喜欢一些神气的神通 其实佛教一般对神通确实也不是很着重的 像如果神通那么厉害的话 像一些炸鸡团 气功的人 那这些都是能做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这些都是佛教当中 根本不看着一种非常稀有的事 谁的相续当中具有大悲心 具有利他心 具有证悟空性的见解的话 那这是神通当中最大的神通 原来乔美仁波切说 作为一个出家人 戒律清净 这就是最大的神通 这样说过 所以我想有些人也可以对神通的希求 自古以来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他这里说到了什么呢 就是说对某个所化众生 他会想获得自己佛法的 比如说十三 十二缘起等等 这些法门的意义 这个时候他想在某一个圣者上师 三知识那里想获得 想听闻 那听闻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作为一些缘觉 他虽然不是用语言来教化 用语言来教化的话 他不是圣者缘觉的对境 但是他在他们面前 与彼彼彼时的 他作为圣者 在这些说话有缘的众生面前 用一种方法 什么样的方法呢 以无生的方法 用身体实现神通 有时候他不一定实现一些神通 包括他的一些生态 生态能说法的 有时候简单的法 他可以用一些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吧 不用亲自说话 笑一笑就知道了 他心里面的一些表示赞同的 或者他对梦见四经不支持的话 瞪一眼 虽然他没有说话 但是他完全不支持 那就马上就知道了 不如说很多语言 都是不如等一眼 或者稍微表示一下 他的身体 知识 或者他点一点头 嗯嗯嗯嗯 好像国外跟有些差别 生态方面的 但这个也是一种表示方法 实际上好像现议论吧 现议论当中说是 闻法者的心当中能产生所传的法的意义 叫做得法 什么是得法呢 愿意听闻佛法的人的心里面 如果能产生什么呢 能产生所传的法的意义 比如说 我要想获得空性法门 我要想获得空性法门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到我面前来 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讲 然后给我讲一个 最甚深的空性法门 然后我什么话都不说 我看看 看看虚空 然后你也是 哦 看看虚空 哦 法师看到虚空 说明他所说的法 一切都是没有什么细论的 以前莲花生大师也是 传法的时候用手指指虚空 然后说虚空就在哪里 虚空就在哪里 说三次以后 很多的弟子相续当中 产生了无生的法人 和无生法界的境界 这也是 所以这里有些是不一定用语言来讲的 完全是用一种 闻法者他相续当中 得到传法者的一种境界 或者他所需要得到的境界 他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得到 以前很多公案当中 这些缘觉实现种种善变 但虽然他身体 语言没有说 我们经常讲 现在有些教育里面叫 圣教 以身作者 以自己的身体来做教育工作者 比如说一个老师 他天天都是 他的行为非常如理如法 其实他的身体已经变成 在他们面前 已经成了一种所传的法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一些菩萨 比如说 我们看到有些菩萨利益众生 在这方面 确实不知辛劳的 日日夜夜一直奔波 虽然他并没有说法 也许可能他有个别的行为比一般人 一个课堂的那些会员乱味更有价值 所以杜觉的无声教言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 在众生面前现前 可以说 他完全对我们带来真实的利益 所以杜觉在这里也是一个标示而已 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 除了语言以外 我们还会得到很多善知识的身体教言 很多善知识意愿的加持 我们这里叫做遗传加持 也就是说这个上师 我们经常请上师 请圣众加持我们 加持我们的话 他稍微一种忆念 那这个作用也是无比的广大 虽然他没有说什么话 也没有念经 但是这种意愿作用也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在藏地的一些佛教徒的传统当中 比如说 我今天要到某某地方去办个事情 他自己对很有信心的一些道友 对很有信心的一些上师面前说 我今天要成办这件事情 请你多作意加持 不用亲自念经 只要想一想 这个人今天要做这些事情 心里面祈祷一下 或者关心一下 这也是作为圣者来讲 有一定的加持和力量 即使不是圣者 以清净的发愿力 也有作用的 这也是在这里讲一下 下面我们讲的是 宣说圣文道真正道的差别 这个不是圣文道 圆觉道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也就是圣觉道 圣觉道的到底是什么样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境界 它的境界跟声闻比较起来超过声闻 然后跟菩萨比较起来的话 比菩萨还低一点 为什么超过声闻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声闻对外境的无分刹那 没有证悟空性的 然后行事的外境的无分围承 没有证悟空性 行事的无分刹那 没有证悟空性 最细微的人 而圆觉的话 他通过百戒的修炼 和自己的智慧 最后他完全都已经 通达了什么呢 外面的所取经 他这里愿所取分别 远离了所取经 跟一切万法外境的 包括无分围承以上 都已经证悟空性 这是所取经 那么所以他远远超过一般的声闻 人无我方面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法无我上面 他已经超过了声闻 第二个 唯利能取救 但是跟菩萨比较起来 还有一定的距离 因为菩萨他即通达法无我的证悟 还有人无我的证悟 所取经和能取有经 这两者方面都有证悟的 而远觉他没有离开能取的 这个跟声闻没有什么差别的 能取的一切万法 新的本性 他没有证悟完全的空性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 在我们善生者当中 远觉是中根者 他是中根者 因此他可以设为什么呢 设为远觉道 因此我们在这个当中 《现观传论》里面讲的时候 就是说远觉道者 远觉道者讲的时候 不是讲远觉他自己的智慧 也就是说作为菩萨 他完全明白 远觉相续当中的 一切境界 也就是说 刚开始他发菩提心 中间真心无缘 最后回向无知 中间真心无缘的这样境界 作为菩萨完全通达 通达的幽经叫做远觉道者 所以我们在《现观传论》当中 每一个他的 尤其是道者当中的这些意 诸是菩萨相续当中 智慧的一种境界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前面讲远觉 声闻道者的时候 颂词当中也讲 什么 道相之力中有诸四生地 前面这个有诸四生地 是一样的 前面讲的是 形象不可得当之声闻道 我们在这里 形象不可得当之什么呢 远觉道 这样远觉道者的真正法相也好 智慧 成为远觉道者 所以我想我们 七十亿当中的 远觉道者是这样讲的 然后远觉道者的因是什么呢 也是跟前面的声闻道一样的 因为远觉道是 见道以上案例的 那这样的话 见道以上的境界 必须要先经过他的加行道 这个施加行下面会讲的 那么逼之因抉择分 开枪加法行 为无相为乱 定有大舍等无间等所限 人有内空等不知舍等果 舍等无声等相为第一法 颂词当中还是比较难懂的 所以现观传论还是可能没有讲义 没有人讲的话 光是颂词来通达其中的意义 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讲了以后 我看最近很多道友在讲考的过程当中 讲居士也好 讲现观也好 讲音名也好 大家都还是学的 应该比较而言不错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刚才远觉道者的因 加行道 加行道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样 就是说 也有四种 前面是声闻道当中的加行道 我们现在是远觉道当中的加行道 作为一个菩萨 他能通达什么样的 远觉道 加行道的这些境界呢 他这里也讲了 开枪加法力无为相 也就是说一切万法 它完全开险或者通达 一切万法实际上就像如幻 如梦 如岁月一样 心而无自行 全是加力的 但是这样加力的显现 跟本体空性这两者 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一点香味的 但实际上一点都是不香味的 尤其是获得了人为 获得乱为的这些菩萨 在他面前完全可以现前的 我们现在的任何一种释法 他实际上本体是空性的 因此对这些世间法 他不会执著的 很多学佛 学得比较不错的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但他来讲 无有德 无有事 无有爱 无有恨 在他面前 虽然显现上是可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仇恨 一些复杂的事情 在他面前也会现前的 这是没办法回避的 但是真正的本体 他也已经完全明白了 所以这是一种加力的 但这种加力的显现 跟实际的空性不相伴 这是乱为的境界 然后到了定位的时候 外面摄身相闻等 一切万法 实际上是 本体寻找的时候都是空性的 没有丝毫须的实质存在的 但这种空性不增不见 不生不灭 不长不短 就是这么一个境界 这就是他到了定位的一种境界 也就是说 一切的 就像《般若心经》当中也是 到前面说 因而彼舍身什么都没有 中间舍即是说 空即是舍 到后面的时候 讲到什么呢 讲到舍不生不灭 整个过程都有这样的意义 所以说到了定位的时候 舍等一切诸法 它也是无见无增的 也是不生不灭的 也是不长不短的 这样的一种境界 这是定位的通达境界 到了人位的时候 有内空等不知舍等果 从空性方面来讲是内空 外空 内外空 大空 小空 我们中观当中讲十六空 二十空 那么这些也没有执著的 从显现上来讲 色 相 味 乃至所有的 如来之之法之间的 一切的万法 也没有任何可知的 没有石油的东西 空也不石油 现也不石油 现空就是无二 我们平时讲的等性 现即时空 空即时等 空 现空平等 这样的道理 那么人位的时候 懂得这样的境界 然后到第一法 也就是说生法位的时候 什么呢 色等无生等 现为第一法 那么色生相万等 一切万事万物 在本体当时都没有任何的产生 既然没有产生 它不可能有诸 既然没有诸 不可能有灭 那么一切有微法都无有生灭 虽然在我们小乘当中 生灭是万法有微法的一种法相 有微法的有相 但是这种法相也是 按照大乘宗观的观点来看的时候 这是一种加厉的阿业 本来也是 这些诸法的生灭诸 这三者本体都不成立的话 那里有生灭法三个阶段呢 这也是没有的 所以说到最后 到世间第一法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都不存在 都没有 也并不是 光是一个没有的 这样的一个道理 这就是所谓的 远觉道的四种加行道的境界吧 也就是说 菩萨能了知 获得远觉道的时候 其实也要经过这样的 因此我们表面上看 远觉道 生文道 好像经常说是小乘道 小乘道 其实我们真正 从智慧面前剖析的时候 我们作为凡夫人 根本没有资格评价 说生文道如何如何不合理 当然生文道当中对利益众生的心态 并没有像菩萨道那么殊胜的 这一点我们可能也会 有些地方可以分析 除此之外 正无空性上面 作为生文道也好 道指的十四种法当中 应该是第四个了吧 它分为略所本体和 广所十六种认知的差别 还有最后有个舍义 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字 由地于地上 人者四刹那 所持道相知 见道具功德 作为见道 实际上见道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只有愚界的众生有见道 其他色界和无色界没有见道 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按照大乘的 比如说《宝积经》当中 讲饿鬼的相续当中 也产生见道的智慧 还有一些无数天界的众生 也是在佛陀面前 听受佛法的时候 后来他们得到 获得无生法人 获得见道的智慧 所以按照大乘的观点 见道也有各种不同的身份 可以说除了愚界以外的 这些众生都有见道 见道的这种智慧 我们下面讲到菩萨道指 菩萨道指 我们前面讲了 缘觉道指是什么样 声闻道指是什么样 已经讲了 现在讲作为菩萨道指 它是什么样的境界呢 他这里讲 余地地上人知视察了 菩萨道指 实际上就是 现见一切万法不共 空性的 这样的境界 或者现观 这是菩萨道指 菩萨道指可以分为 从所正的角度也好 所愿的角度 可以分为四个 四个也就是说 苦即灭道 佛陀第一转法论的时候 知道万法的真相 可以包括在苦即灭道当中 因此宣说了四地法门 那宣说四地法门 对苦即灭道 我们凡夫人认识的时候 对苦即灭道是有一种 理解上的认识 我们每次考试的时候 苦地 灭地 几地 苦地应该知道的 知道他的因是什么业和烦恼 那么通过什么样来灭呢 通过道地 最黑先见什么呢 灭地 无为法等等 我们大家这样 这是我们现在对四地的一种认知 然后声闻和愿觉 都有不同的认知 作为菩萨 他对整个三界的四地 他都有不同的认识 按照大乘阿比达摩 他把剑道的石榴形象 跟俱舍论的说法有点不同的 比如说苦地 他对三界的 舍界 无舍界 欲界的三界的苦 他就完全通达 一切都是苦心 痛苦的半性 然后在这个半性上面 安立为前面的一个无间道 中间的一个解脱道 最后殊胜道 殊胜道完全离开了障碍 获得了智慧 殊胜道分两个阶段 这样之后 对整个三界 在同一个世间当中认识 也是对三界的基地 这样苦地的根本是烟和烦恼 然后这也是由四个阶段来认识 所以按照大乘阿比达摩 跟居舍论的石榴形象方式 有点不同的 按照居舍论和其他的有些观点 我们这个苦地 比如说苦地的话 对欲界的苦地和上量界的苦地 算为一个 舍戒和无舍戒苦地 对欲界的苦地 也是你认识欲界的一切痛苦 痛苦的时候 它所有的所断 断除的部分 先刚开始的五间道 这里面也已经讲了 叫做法忍 然后最后知道 离开了这种烦恼 在解脱道的那个阶段 叫做法治 它是这样的 对上界 也是舍戒和无舍戒 你完全知道苦地的时候的 无间道叫做内治 然后离开了这种障碍 获得了智慧的那个阶段 叫做内人 所以这是在苦地上 有愿欲界的两个刹那的智慧 然后愿舍戒和无舍戒 算为一体 愿上界的算为 也是有两个 在苦地上面 总共有四个阶段 四个刹那 那这样一次勒退的话 道地 灭地 还有基地 那总共对整个三界 有十六个智慧的刹那现象 那这个刹那现象 按照五个光尊者 就是说 四刹那就是不同的翻体 十路形象 原来我们讲 信心修习大车数的时候 这里面也有一些分析过 其实藏地的大德们 都有不同的说法 有些人说 所谓的剑道 是一刹那剑当中 但是一刹那剑当中 它有不同的 翻体方面 有十六个形象 也有这样的说法 有些大德说 剑地虽然是一刹那 但是我们十六形象 至少也是分四个阶段 因为不是四个阶段的话 你前面的无间道和中间的解脱道 还有最后的道地和灭地的 这两个阶段 中国这四个阶段 并不是同时产生的 如果同时产生 那么无间道的时候就变成解脱道 解脱道的时候变成殊胜道了 有这个过失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这些智者们的一种智慧 或者说他们的一种理论 辩论的一种诱误 所以我们自己 什么时候获得剑道的时候 到底是十刹那 还是十六刹那 十六刹那和十刹那 都是一种普遍的说法 但是具体是在一刹那剑当中的 十六个不同的翻体 还是说四地是一刹那 但是相续当中产生 或者它的功德现前 至少也是在四刹那间当中会产生的 因为它对无间道和解脱道 还有殊胜道在不同的时间 就是不同的产生 其实它也应该不是不同的产生吧 应该是在一刹那间当中 可以这么说吧 一刹那间当中 它的所断 断除的层面叫做什么呢 叫做无间道 智慧现前的层面叫做解脱道 然后这个没有任何的 还有所断来进行对它反抗或者摧毁的 从这个层面叫做殊胜道 应该这样说的话 实际上表面上看来 好像是有不同的四个阶段 三个阶段 但实际上这是应该说 本来因和果不可能有一种 非常细微的同时或者非同时而来观察 如果这样观察 那无论是在外面缘起的 种子和妙芽之间的关系 也是不常理的 然后更重要的 内在的缘起的智慧和障碍 智慧和障碍 这样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它跟障碍和智慧 两个接触和不接触 它是异相位 异相位是按照异命的观点 什么时候能产生 无垢的智慧的时候呢 当它违品的力量再次之后 再也不会相续下去的 那么当它无垢的智慧现前 至少也是一个城市刹那 我们现在所谓的剑道 安立在一个城市刹那当中 那么这个城市刹那当中安立的时候 它也不可能分很长的时间 这个可能前辈很多大德 也在观察的地方 因此我们道友们 也对这个问题可以 如果有兴趣的话 不断地剖析也是可以 总而言之 这里的剑道 实际上主要是以功德的层面来安立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 《相关照言论》当中 夹行道也是在不同的地方会出现的 剑道也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 有时候讲剑道的时候 它是以所缘或者形象的层面 这个梵体来说明安立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 是剑道的功德来说明的 剑道的功德是什么呢 当你获得了无声法人 获得剑道的时候 白天在自己的一切行为 如愿一场 即使晚上睡梦 也极其的吉祥 快乐 不像我们凡夫人 有时候好像身体稍微有点 布施的时候晚上做噩梦 感觉自己有一种恐怖感 有些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学院里面听说老鼠比较多 老鼠在屋子里面跳舞的时候 自己突然开始害怕了 认为是不是小徒来了 拿一块石头 噢 原来是老鼠 老鼠就跟他进行传法 灌顶 给老鼠灌顶 灌完地之后跟老鼠说 我从此之后已经成了你的金刚上师 你必须要遵守一切的密宗誓言啊 然后老鼠也是积积积积积积积地向你感谢 原来在你家里透过的所有的食品放回来 不过这些动物还是很有那种 有时候他们有一种智慧 昨天我书房里面来了一个小麻雀 不知道他怎么样进来了进来了之后 他自己也一直闯到玻璃我担心他会 他也特别害怕在里面传来传去 我弄了很长时间 他可能好像在那边 大概有一夜都没有发现在那里 看起来他特别疲惫 一只嘴一直长着 可能口很干还是什么的 最后我费了很长时间窗户打开 然后把它放出去了 放出去了以后他前面的圆子里面有一颗树 在树上他先休息很长的时间 他开始把身上的羽毛全部都打扮 因为我看到他身上东窗西窗特别乱看起来 他把所有身上的羽毛全部都打扮 我想是不是他所有都打扮完了以后 他会叫自己其他的伙伴 果然是这样的 过一会儿他还休息了一会儿 闭着眼睛 再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再进行再打扮一下 再把自己的全身都重新看了一下 然后他开始大声地叫 叫的时候 其他的两个小鸟就跟他来了 他们也好像表示可能很长时间 他失踪了特别的悲伤 然后他们一起说说话过后一起飞走了 然后原来我看到过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一个人 刚刚释放 刚刚释放的时候那个人说 我现在暂时不见我家里的人 我先把衣服换好 把各方面的身体 做完打扮以后再去见 他把自己的身上全部重新跟监狱里面完全不相同的 再见自己相关的人 所以我想其实动物有时候也有可能不同的一些 就像以前《朗日谈话》的故事里面所讲到一样 因此你们觉得老鼠 刚才老鼠什么时候来的 这是菩萨见到的道指当中具有种种的功德 真正见到者包括老鼠也好 蚂蚁也好 还有蟑螂也好 现在学佛的有些人像汉地的一些城市当中 经常说蟑螂来了 蚂蚁来了 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违缘 但不管怎么我们作为佛教徒用慈悲来维护他们 这是见到的功德 当然是按照《入中论》 和其他的《诗地经》当中 所讲到的功德特别多 当得到见到的时候 他这里主要是讲见到以功德的层面来宣说见到 今天讲到这里 你们先讲到的了 我们先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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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